Kia 1V6 Kia 1V6 Kia 1V6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等待已久的Kia 1V6 來了 趕快數數看現場有多少台EV6 還真的是全車色都到齊 趕快Check一下你的訂單 你的EV6是不是快要到手了咧 好啦我不要在這裡代替Kia 隨便撂下大話好不好 我剛剛已經幫你打聽咯 如果你今年在3月份 運氣非常好的搶到了EV6 而且是第一批的話 預計最快5月6日 你就可以跟你心愛的EV6見面咯 欸你看真的是不得了 3月開放大家可以上網來預訂 結果呢就是兩個週末 500台466 EV6到底有什麼魅力呢 那在今天我們也終於 進一步的知道它的規格跟售價了 那就分了三個規格 一個是入門的Light 再來就是往上選有Air Air有標準版 And Air上面還有一個增程版 再往上就是GT Line 看你自己的選項囉 那如果你是真的容易有里程焦慮的話呢 其實Air的增程版呢 可以到560公里呢 那如果以這個GT Line 最頂規的這個來講的話 但是500多公里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數據大概就在這裡了 那如果你還是喜歡EV6 那在3月份已經跟它擦身而過的話 我告訴你 我今天就撂下這句話了 可以下訂了 但是是二三年四的 是不是隔太久了 好啦不管了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看看 因為我看EV6呢 它真的有幾個很特殊的 我們以前很少見到的一些功能 今天我們一個個來拆解一下 首先來看看這台GT Line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外觀 跟我們現在看的Air啊 還有我們看到的Line完全不一樣 電影有夠遠遠 然後再看前面 哇 那種黑化的那種感覺很好看 我們去看車囉 就是它的Air的增程版 蕭光輝很好看吧 你看的電影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看的 因為電動車所以它要平一點喔 盡量讓風阻小一點 但是車子也是怕比 因為放在隔壁的是GT Line 然後就覺得 好像帥度你要想一下 Tony 他來跟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好GT Line 還有其實現在真的是賣的最好的EV6 就是GT Line 是的 五層喔 五層的消費者目前訂購的是 都是GT Line的車型 對 因為它其實帥度更高 因為頭燈就跟剛剛我們看的 每一台EV6不一樣囉 先來看看 這個銳利的眼神一定要介紹 其他的那個燈眉啊 都不像它這樣子那種 炯炯有聲的感覺 因為它這台車有配置的是 矩陣式的頭燈 所以它的頭燈跟一般Air版本 相較起來又更高一階 對 就是多了實用性跟功用 是的 然後呢其實有一些這個黑化的搭配 我覺得剛好你這台又是白車 對 它配置起來是非常有跑格化的這種外觀 然後側邊也是 側群也有些不同 還有鏈鏈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配置GT Line 20吋的輪圈 再來就是天窗 GT Line還有天窗 其他的就沒有對不對 是的 那我剛剛講到說電動車其實 真正的重點是我們是需要 concent到它的充電 所以我今天就稍微來研究一下怎麼充電 這個家用的充電柱 讓您可以直接在家裡就可以充電 那它充電的方式 我看看 我要從哪邊 來 它的充電孔在這邊 這邊我們只要輕輕按一下 它的充電孔就會打開 我們直接把這個充電頭插進去 嗯 欸 就可以了 它就開始充了 欸我覺得它把它坐在尾箱後面這裡啊 難度比較高欸 因為它還要有弧度欸 你光是充電孔這個地方你看 充電殼 後面的殼這個地方 它是這樣子的弧度 對其實坐在這邊有一個好處 當你插這個充電槍的時候 你的車身寬度不會增加太多 有一些品牌是坐在側邊或坐在前後 這樣會導致就是這個車變得更寬或更長 嗯 那在車側的話是 影響是最小的 嗯 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可是我有一個擔心啊 對不起我比較一般消費者 技術不好如果卡車弄到或坐到 這樣不是 到時候我就不能充電了 呃不會啦 它其實沒有那麼脆弱 哈哈哈哈 沒有擔心 基本上它長的這個位置還OK 對對對 然後看起來一體性 你會找不到好像哪裡可以加 就其實就是暗藏在這個 隱藏式的這樣 這是它充電方式相當簡單 充電的功能 它的充電效率啊 是800是不是 呃它是使用我們所謂800V的高壓電池 嗯 跟一般400V的高壓電池 比起來是更高階 而且速度更快 從10%到80%的話 只要18分鐘 也就是比我之前測試的台康快5分鐘 對 就5分鐘也要跟人家增就對了 哈哈哈哈 就是日理萬機可以省5分鐘喔 就充電很快很快 對 但是GT-Line為什麼我剛剛說 如果你是有里程焦慮的話 我就會選擇Air的增程版 因為GT-Line它是雙馬達 對 它的馬力扭力都比較大 對 所以你會很過癮 很過癮的狀態 你的右腳就會很容易又響給它下去 給它下去 它電就會用得比較快一點點 沒錯 其實兩個電池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 只是它的一個是單馬達 一個是雙馬達 因為它單馬達 所以一樣是右腳很激勤 但是它可能 可能就是它的馬力沒有那麼大 就不會花掉那麼多 沒錯 好 那請問一下 剛剛送我這個是幹嘛 不是啦 我不是車主 所以我不會 車主會得到這個東西喔 對 這個東西叫做V2L 電器電源分享的這個功能 我怎麼覺得像小叮噹 拿出什麼法寶那樣 它可以做什麼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其實現在很多人喜歡去露營 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把家裡的一些電器 也帶去露營場地用 我們可以直接插到這裡 可以直接插到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個接頭 它這裡就有插座可以 天啊 就家裡的插座啊 對 你要吹頭髮 就是可能露營啊 小朋友去游泳啊 撕掉 沒錯 往來這裡插到 吹風機就可以吹了 然後我如果要接微波爐 去露營 波爐這個媽媽也太省心了 也可以 對 烤箱 可以 我直接烤箱接在這裡 這一個小桌子 然後就把它後面打開來 因為後面還滿平整的 後面非常平整 對 所以你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在這裡烤東西耶 烤麵包 早上吃爸式麵包 烤起來 就用這個就好了 它真的很適合跟人家交朋友耶 對 帶著這個去那個露營場地啊 你絕對會是整個露營場地的焦點 對 而且如果我也是電動車 我缺電的話 一人挖電喔 可以 那個是不是要特殊的轉接頭啊 對 我們其實用這樣的這個設備呢 再加上我們車上有附一個 ICCB的這個鋁充 接上去其實就可以 把電供應給其他台車 對 巨大的充電寶 巨大的行動電源 沒錯 而且這台GT-Line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剛剛有提到的 在車內其實也有一樣的插頭 只有GT-Line 其他的這個Air啊 Line都沒有 只有GT-Line 車子裡面也有插頭 對 很方便 也有V2L的轉接器這樣 那還不簡單 就是我不用擴充啦 這裡在烤箱 小孩就進車內去吹頭就好了 也可以 對 你去分配一下 大家要用電的狀態囉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車子裡面看看 上次我們比較沒有時間 跟它相處那麼久 但是現在看一下 我覺得車子裡面非常非常漂亮 值得一腳 我們進車內囉 Hi 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